這個派出的人長有說到 如果這次選戰要有打得很漂亮 要贏得乾淨 那你對於這個看法是想要 是要有進去一個乾淨嗎 沒有所謂贏得乾淨的問題 林陽其實是一個民體的政黨 他的決策的機關在意他的總常會和中職會 那中常會和中職會也是一個黨 最重要的一個機關 那任何他們也是民進黨的民主機制最重要的組成 那我們初選本來就應該以他們的決策 作為我們初選的一個旨意 那所以我對於中常會和中職會所做的民主機制下 所做的決策 決定我都做的 賴院長剛剛上廣播有提到說 中常會和中職會可能針對這次初選會有一些不乾淨的部分 那這說法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要講的具體 他不能以含糊的概念來說中常會和中職會的決策 那不能說這些決策的機構不順 或者是甚至於賴前院長的機關注把他作為一種不當的情緒 我覺得這是唯一點過度的講法 他參選的事情 事實上很多人的感覺都是意外 那你不能說這些人的感覺都是錯誤的 那我記得在選舉前 也就是複選前 3月16日複選前的幾天 我有跟他一起吃晚飯 在台南 那我也跟他講 比如說 2020年這一局 我們兩個最關鍵 如果將來要做什麼 我們應該先坐下來談一談 這個事情 我有事先跟他提到 比如說 這一局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局 我們最關鍵 應該要做下來談一談 那他的回答是說 然後等3月16日選舉不再說 事實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錯誤的 那我的想法是沒有變的 好 我有再一次的討論 那我的愛情委員長在 對於今年再試試情況還是最重要的 那對未來台灣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希望你們能夠聯作 讓我們在大選裡面 然後這一局的勝利 讓我們對台灣所負的這個責任 可以更強勁地嘗試 來繼續進行 那麼 還是一句話 下一就是大家 謝謝 你像韓國人的民調持續往下滑 你覺得說可能是什麼原因 我相信韓市長應該知道得比我清楚 不過我相信在去年一二四 這麼多人的過票給他 被他擔任高雄市市長的這件事 是無限期待的 也希望他能夠 他要在選舉時候做更多的這一些被爆出信任的成功 蔡總統有什麼太大的臉書嗎 他不是也做睡台灣 不是其他人唱睡台灣 你看有沒有說我是半個經濟學家 沒有欸 沒有啊 他有說菜不好吃換鍋重新做 對 我稍微看了一下他講的 但是我覺得他講的事情 很多都是市面上很多不同人的講法 有點人於欲言 更重要的是有些的資訊確實不緊 但是我確實是想提醒 我這樣看過一遍感覺上 他講的東西都是在上一個階段 國民黨執政時代所講的事情 那我倒是要跟郭董事長說一下 現在社會的需求不一樣 人民的期待也不一樣 他必須要真確的去了解 現在社會的需求是什麼 人民的期待是什麼 那如果從一個企業經營者 自己的角度看這個問題 跟一部隊的總統 他必須要關照全機 照顧總體經濟發展 也要確保這個辯論配合問題 這確實是一個需要更多的思考跟規劃 那這幾年來 或許我們在執行的過程中 有一些應該在改進的地方 那整體的路線是沒有錯的 總統昨天 郭台銘提出 民進黨內的飲料漫法 一言再言 他為了賴清智的報復 我覺得 你能把他附留 所以面對這樣的重炮 有沒有回答 郭台銘董事長應該比較多專心 在他們國民黨的建築 那對於現在的政策 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去募集 這樣應該比較專心